绝京主帅暗讽詹姆斯冲上全美热搜 主持人盛赞他为胡人的爸爸引发争议 本赛季绝京先后击败森林郎 太阳 胡人和热火成功拿到队市第一座总冠军奖杯 就在今日 绝京在丹佛高原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冠军游行 绝京全员都透露出无比喜悦的情绪 而主教练迈克尔·马龙也成为本次庆典的焦点 在举行庆典之前 马龙在节目中调侃说道 一个突发的消息 我正在考虑退役 不不不 我是开玩笑的别解雇我 此话一出 立马冲上全美第一热搜 马龙这不明摆着嘲讽詹姆斯吗 此前 胡人惨遭绝京横扫 赛后 宁吉克里斯海耶斯就报道称 詹姆斯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来决定是否出战下赛季 而詹姆斯本人也证实了 他正在考虑退役的言论 除此之外 绝京主持人在介绍迈克尔·马龙时 是这样说的 他原来是一位教练的儿子 但在今年季后赛中 他成为了胡人的爸爸 这也引来了绝京球迷的欢呼 当然也引来了胡人球迷的不满 不得不承认 今年绝京打得太出色了 他们的阵容非常具有深度 下赛季实现未免 是他们的目标 那么兄弟们 你们觉得 下赛季 他们还能再夺一贯吗